来自孩子内心最真诚的呼唤 爸爸妈妈听到了吗 52位班单应答慈激大爱幼儿园的孩子 分别两天 到访莲花慈激环保教育站 深刻体会地球妈妈高烧不退 你们怎样子学做环保 要粉类 要拿炒热瓶去炒热瓶的盒子里面 还有玻璃就放进去玻璃里面 把那些黑白的那些保测瓶 准以后就帮他们的家人多多比较好 要多少人才够 很多人 早在2015年 大爱幼儿园已经在校园推动每周环保运动 疫情来袭虽然暂缓了孩子外出的机会 但是他们依然在家中回收可用资源 延续污名 这样子一个户外教学 其实更可以加深小朋友对环保的一个印象跟意识 最深刻感受的话 还是必须要就是各感官的一个体验 才可以更好地去了解什么是环保 对那些书是我们的师傅很用心很用心地去整理 然后分类 还有看到原来这么多书 原来其实我不需要常常去买新的书 以后我想要看书我可以在这里 然后我不想看的书我可以放在这里 让更多人可以去想用 肮脏不是拒绝资源回缩的借口 爱惜地球是每个自民阴近的责任 减量垃圾 减碳生活 让我们的家园能永续经营 大约新闻林一维菲赫 马来西亚报导